先看法逆通的賽事 這位是法逆通的新任領隊卻活 他上了一個球櫃 在蘇格蘭大令登地聯升上超級聯賽 接下來這個季中就來效力法逆通 好,對手劉朗,劉朗黃衣 奧快拿著球,大聲推進去 看到巴背你,給了巴背你 再側上你中間 這球譚詩惠也很難入了 譚詩惠是賭球雙眼球員 今屆由於有傷患和困擾 打正前也不是那麼多場 但這場賽事一出 立即是自己球隊首開記錄 1比0,接著又是偉仔 這球射起來,這次的手盤已經夠了 偉仔真是… 對方劉朗特別打得兩前肉緊 劉朗方面,看姚鶴文這個球如何 一推下去,拳中間有沒有人呢 有啊,這個高樓拿到一彈 可惜再射起來,這個球剛剛彈出界 是,這個球沒辦法是… 劍其功了 好了,另外再看看這次 這次這個球很高 但莫馬也不是說絕對沒有威脅 因為這個球也會晃晃晃這個主角的 卻會在場中也是對球員做很多不同的提示 這球球又如何呢 卡格洛福頂起來,這個球看來 侯耀斌應該是首球 這個球一頂起來,空曬的了 但他這次投票王公安,看一清二楚 立即給了一個紅牌 出場兼十二馬了,應該 這邊鄧柱晴就說,當場沒有表情了 再被科士打,射了 二比零了 已經接近上半場完的階段輸多一球 賽事進入下半場 兼者劉朗還要踢少一個人 奧法頂過來 卡格洛福又殺了勝 但這個球今次操之過急 如果你要幫他慢一點 科士打到了 可惜這個球快了,也成中 打少一個人劉朗真的很難打 又被這個包貝尼突破了業界陷阱 這次手球摻出來撞掉了 可是這個球呢 走啦,這個包貝尼 會否繞空門呢 看看這個球繞不繞到 繞不到 最後被壓迫出是繞到空門 結果這場賽事 快逆通是贏了流浪全取三分的 好二通对快逆通的比赛 好二通是穿起粉红色衣服 粉红色褲 快逆通就深蓝色 包贝利一拉过来这边 蔡慧文一头就顶到过来这边 哇 这个球好弱 李宝雷去得了 去得了 找到他来 哎呀 你不够运了 社中主 李宝雷已经立头了 但李宝雷一射 竟然射中主不够运了 好二通不够运了 这个球应该首先打开纪录 史杜利头锤一阻 一压 已经压过了卡加洛夫 想说踢了踢不了 卡加洛夫被他推过了 李宝雷出 踢了 空门了吧 中主大门出来真的不够运了 好了 继续比赛是包贝利 谁知道李福荣拿到他六球 接着就踢了 这个球再到斜传给李布伦 李布伦 他回来这边 停车再压 被人掩护空门 够出 哇 又一次机会真是惨了 顶球的就是罗韦智 在远处迎接李布伦 传过来的球 顶就是 看一看慢镜 远处一扣 看八扣吧 被陈汉辉的七后哥 是撞出来 陈汉辉 陈汉辉 老小鬼扔戒外球 看法是通 给了包贝利 包贝利给他 张智德也立刻斩到远处那边 好 头锤顶回来 课士打一跳 挑后 接着呢 谭視乎拉过 阿里扣罪的球 基如考起了 对这个好远处的 守门员基利 但是基利也快了 这个球 看一看了 一顶过来 来吧 课士打 把球一跳 跳回到后面 尾仔 右脚就拉地球进去 基利省 报到 下半场的比赛 李布伦 给他来这边 死到来 你看看 左边有人走位 不是 他过了 然后才给 好啊 这个李福榮 出得漂亮不漂亮 出得多漂亮啊 漂亮啊 为何来中间 李布伦 一顶 哎呀 拼一脚 又给了李安立 右手呢 付出 李布伦 也算黑仔了 上半场一下撞击 这一刻这么近 射又被李安立 付出 李福宁先斩过来 这个球还不进 打算进了吧 哈哈 李安立如有神助 右手呢 托了出来 这个球 哎呀 过了头 巴贝尼 一个咬腰呢 炒起来又 不够 最后呢 顶回来这边 奥沙拉巴贝尼 拿那球 给了呢 是 奥化的 好了 奥化把这个球 斩在前面 这个海撒就漏了 是 被肌压身抹一浪 海撒回身上怀 勾销回那个球 自己也放在乌龙 斩了 好异通的中路手撞 海撒放在乌龙 就替这个 快逆通 是建功的 其实呢 这个好异通 是一直打得不错的 跟这个快逆通 承拉脚姿势 但是 小估不到呢 就一个乌龙 把整场球的战局 改变过来 这个球也很可憐的 先说海撒跳起 顶不到的一个问题 如果顶到球就没事了 但是 胸口被肌压回身 再踢 向着龙门踢 也是相当愚蠢的 他无法把一球 大脚勾到 只要把一球捕前而已 这边呢 相反了 到这个脚盒站出来 跟这个球队 给了一些指示 因为呢 大部分时间都 老鼠拉圈 现在赢了之后呢 脚盒再给了一些指示 看看如何加强了这个球队 好了 林承杰 收回来 扔回来 陈兰辉握手阻路 打得也不错 这个球队有没有事呢 球队呢 张仲平是吹了哨子的了 原来呢 就是罚这个十二码 谭少偉呢 还想走来拗 拗 拗呢 就是拗的球在 禁区内 还是禁区内的而已 犯规 明显就是犯规的了 看看这个球 鸭踢 这个球呢 大家再看这个角度呢 昆查是被他禁区内 是撞到的 所以这个球队 球队半十二码 也都无可厚非 只不过当时的位置 都挺尴尬 禁区边之间 有些球员以为 在禁区内 所以就同球队拗了 但是没得拗了 李布伦 看看这十二码如何 现在射有 看来这个球快到 李安勒都没准备回申 球已经中网了 1比1 追回1比1平手了 再看这个球很快 李安勒 都没稳定阵脚 可以这么说 看来 李安勒一转 一网 那球已经进了网了 这边呢 到我师傅训 王耀迅 出来加多两千玉筋 很气馁地输了 乌龙波 但是又捧了十二码 追回我 1比1 好了 边线 欧阳英智 这个球一睹的时候呢 是 看球阵比角球而已 球阵就没给法律了 大家看大中的41分钟了 已经41分半了 还有3分多钟完场了 看看怎么样 这个球阵竟然被卡根洛夫上来 在堂空 祭空卷 拿到一顶 这个球的奥沙都相当激动了 因为当时 已经接近完场了 法逆通和南亚联赛的争竹 每一分都很紧要 卡根洛夫要看这个球 大家开的时候 留意一下好逆通的防守球员 大家一起跳 都是时间不准 就被卡根洛夫升起 是顶到这个球 这个波子室对好逆通 真的是相当大打击 好了 2比1的纪录 好逆通就是 正在输一球球 好了 这个自由球 看看这个法逆通 是怎么炮制 脚褲站出来 脚褲的杂军都常常站出来 把这个自由球打开 哇 这个球好看 一射 射到基尼的右下角有望 不过这个球 看到法逆通的自由球 有组织的话 不是球棋或一撞彩的 奥沙先站在那儿 要打赛的时候才走开 避过了 当然巴贝力最后一局 射得漂亮 也是这个球智盛的因素 结果这场赛事 法逆通以3比1击败 对手全取3分 却会对自己的球队 变得满不满意呢 我认为他们表现得非常好 我认为GOLDEN是最好的阶段 在第一个20分钟 也认为能够赢成一个打赛 但我们赶紧赢了我们的幸运 但我认为我们终于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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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